Hello 大家好 又有13小推介的時間 星期六 FC東京對大分三神 這場球是 FC東京1.7的 朱額和 這場球 進取少少 選擇半場的朱額和 主勝的 為何我不選擇和呢 始終和是1.95 但為何這麼熱呢 數據上 告訴大家 近來的東京 對著 很多球隊都開和 半場全部都和 再加上 三神之前幾場都是和 但這幾場 對主場也好 作客也好 日聯盃也好 半場都是輸球 近來的狀態比較差 何況對著這隊 東京 近來的 氣勢旺盛 10場的主場 近7場 全部都贏了 我看看兩隊的對賽 往職 現在東京第一位 大分三神 第四位 對賽往職 雖然是 近來的六次 六次都是半場和 分別 0比0 1比1 最近那次 是贏的 即是五次和 一次贏的 所以 半場的主要和 1.9幾 邊商來說 比較熱 因為始終 往職 大部分 都是開和多 但是 這場 始終 東京現在暫時第一位 加上近期的 戰榜 都非常之好 即是他 不是看定來提 是真的 心急去進攻 畢竟上季 排名比較低 加上 今次對手 大分三神 近來的賽事 都比較差 希望他 在早段 已經是 有很多領先的位置 所以 十三次選擇 半場主要和 主勝2.32